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今天的News ABC 我是来自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婷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臣 潮州福安宫卡在道路上 千人搬迁拉庙四十米 屏东潮州福安宫因为坐落在都市计划道路上 引发争议 庙方经过一年多的奔走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 就是像县政府承租旁边的现有地 然后把庙搬过去 一千两百吨的庙宇要移动四十米 可是件地方大事 庙方公告 欢迎民众一起来帮忙拉庙 两天就新颖千人报名参加 施工人员在墙壁上打桩 套上钢索 先用枕木和砖头垫高 最底下也铺好钢管 大约四十米的距离 所以这个是蛮艰辛的一个工程 那就让我们就这则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争议 dispute 争议 dispute The ownership of the land is disputed 那土地的所有权有争议 The ownership of the land is disputed 那土地的所有权有争议 第二个单字 地基 foundations 地基 foundation weak foundations cause the house to subside 由于地基不牢 这栋房子已下限 weak foundations cause the house to subside 由于地基不牢 这栋房子已下限 第三个单字 都市 city 都市 city it will take everybody's efforts to keep city's noises from increasing 那是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来防止都市噪音的增加 it will take everybody's efforts to keep city's noises from increasing 那是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来防止都市噪音的增加 那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争议 dispute 第二个单字 地基 foundation 第三个单字 都市 city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